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 旧空屋有成环保署公告 去年全台下午二 五系全服为例 手动策战年均值百万人口的彰化线 一口气减粮四 二维克减服时期 百分之一减粮与减服 均拿下全台第一名勇夺双要冠军 其中台化气垫共生产台化 提鲁铁酶酶对净化空气品质的贡献极高 根据美国学者波普等专家学者研究 空气中每增加时 OgN3每立方公尺为克的下午二 五死亡风险拉高 平均增加8%肺炎死亡率 相对的下午二 五下降存活率提高 每下降时OgN3平均寿命增加零 61岁折算天数约223天 环保局长江培根说 彰化线下午二 五年均值游前年24 五下降到去年只剩20 三一年下降四 二维克相对可让每位献民增加约94天平均寿命 江培根表示环保署手动策战显示出来的科学数据 前年开始 现在下午二 五平均浓度减量数据就很明显 前年减了一 九维克去年减了四 二维克在往前追溯推算 2013年平均下午二 五平均浓度28 二维克去年降到只剩20 三维克五年内降了七 九维克 以此来看 距离政府希望2020年标准15维克有机会达标 如何对抗空免成功 江培根表示 在县长为民谷重视下 关明 共组空气污染推动小组 从固定一栋及一散污染源三方面着手 制定源头减量 管墨加盐 滚动减好 季节限定四大方向推动17项空污改善策略 三项指标领先全国 包括全国率先推广农民使用益生菌 减少稻草露天燃烧 还有全国率先要求公共工程和约纳入空污防治措施 以及领先全国加盐锅炉排放标准 还有台化停炉解煤 全排空气脏 大量烧脏煤是祸害 主因彰化线自台化气垫共生产从前年9月28日停炉至今 每年减少使用47万公顿生煤 减少约56%燃烧生煤污染量 根据数据统计 去年彰化线生煤使用量37万公顿 相较于台中市2100万公顿 云林剑1300万公顿 彰化线算起来微不足道